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今日的AT个股推介 建议大家留意领展823 领展在年30日即2月9日公布 以23亿8千万人民币 收购位于中国上海的七宝万科广场 预下50%的权益 为领展至2023年2月宣布大约188亿 巨额公股后的首次收购行动 监管国际表示领展今次的交易 参考价格较评估的价值折扬大概26% 而物业估计年化的收入接近4.9亿人民币 折合收益率有9.4厘 与领展最新的借贷成本相比 收购的成交收益率具有吸引力 并且预计可以为每股派息提升大约1至2先 早在截至2023年9月底为止的中期业绩当中 领展已经露出了三个业务已经走出谷底的讯号 现在恢复收购进一步确认业务发展可以回复到 昔日资产组合扩张并且提升每基金单位分派之路 领展三个业绩见底的讯号包括 香港零售租任的租金水平和出租率有所改善 第二是借贷成本维持在4厘以下的水平 第三是每股派息出现回升 巡商级领展平均目标价大约49.78 教股公司上星期收市价38.6高出29% 投资者不妨掏38元以下去买入 预料在2023年公股价大约44.2附近 沽压不轻 触及这个水平可以先沽出一半 之后就看50元关口 跌破2023年10月低位 兼大约10年低位34.9便适宜止舍 沽压不止 断 隆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